您好,我是犀牛 加拿大大选进入了最繁忙的宣传阶段 今天来看看本次大选最重要的自由党 如果当选,会实施了关于房地产的七项重大政策 第一,手套房储蓄账户 如果自由党在9月20号再次当选 将推出手套房储蓄账户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允许40岁以下的人为他们的第一套住房免税存储4万元 并在购买时免税提取 二,先租后买计划 政府将迫使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CMHC 将抵押贷款保险费率下调25% 为民众节省6100元 自由党还会推行先租后买Rent to Own计划 用10亿元的新资金 在未来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 为租房者创造拥有住房的通道 三,四年内建140万套住房 特鲁多承诺在未来四年建造、保存或修复140万套住房 为城市提供加快住房建设的新工具 自由党还承诺在四年内花27亿元建造或者修理更负担得起的房子 将空的办公室转化为住房 提供几代人同住家庭的装修税收抵免 激励一间房子内加减第二套居所 四,竞标价格透明 自由党将推出一项新的购房者权力法案 禁止盲目竞购 Bland bidding 也就是抢offer的购房者不知道别人出价多少的情况 确保总价格透明 以便潜在买家了解房屋销售的价格及其历史 并要求银行向失业的人提供6个月的抵押贷款延期 五,未来两年禁止外国人买房 自由党政府承诺在未来两年内禁止外国人拥有加拿大住房 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遏制由离岸资金驱动的猖獗的房地产投机活动 六,非居民的住房、土地开征空置税 特鲁多表示 他将针对非居民和非加拿大人拥有的空置房屋以及土地征税 七,开征炒房税 自由党将推出反炒房税 Anti-Flaming Tax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房产持有少于12个月将被征税 一句话点评 综合来看 自由党房产政策非常的清晰 在这方面超过了其他的竞争对手